文海 Bosco 陰陰濕濕 晚安晚安 又來到我們陰陰濕濕的環節 文海 你好 我們來到這個10月20日晚上 星期一晚 如果無意外大家如果同時在聽這個節目的時候 可能如果扭去這個903就繼續在聽我說話 哈哈哈哈 那先關掉903那邊 聽到這邊再繼續聽903 哈哈哈哈 那不要讓Wiley聽到這些話 那這個時候你903會在說什麼呢 我其實還不知道 我當然想要先錄這集的東西 哈哈哈哈 因為你也知道 現在網上很多網友 都已經給了一個 assignment 要你去追旗票 不斷追我的旗票 那首先今天我們就決定了 首先追一些比較近期的 就是上集 最後講到Henry陳 陳先生有投訴 就是關於這個 是嗎? 投訴?我沒有了 不好意思 我再重新說一次 應該不是投訴 是有些東西是關於我們 一個很國際化的主題公園 我沒有投訴 沒有投訴 沒有投訴 因為始終有一件事就是 這個其實牽涉到一些私人聚會 不過不要緊 Bosco 我想在我們討論這個 國際主題公園之前 聽首應景一點的歌 好啊 就是 不是Catty Jackie 不是 是阿桃吉吉 阿桃哲 的 不是 應該呢 我怕你們播錯了 哈哈 因為我剛才指錯了這個號碼 就是這個阿桃吉吉 在幾年前 一首 在農曆新年推出的一首主打歌 就叫做 鬼 好啦 回來了 雲海剛才想說什麼 我說你這首歌會Sharp Cut 誰知道真的是Sharp Cut 不要緊 這是Remix版 雲海Remix版 那為什麼我要播這首歌呢 為什麼說應景呢 第一當然是講一些 其實我不是關於迪士尼士的 迪士尼的鬼故 其實也不應該我在這裏說 因為香港的鬼故 香港就沒有什麼鬼故 關於迪士尼 但是關於香港的管理人員 一些故事 我才想說 說一些陶瓷這首《鬼》 因為鬼幾年前 當他推出新歌的時候 他在香港大推出 包括台灣 我覺得他很大膽 因為當時他是農曆新年推出這首歌 我心想 好厲害 破除文化 是陶瓷 因為喜歡他的人 就是喜歡他 不是偶像派 可以說 那也對 你很難形容他是偶像 雖然 他的事情 我也不想多提 因為他曾經 應該怎麼形容呢 因為他本身也有些宗教背景 曾經他也挺 情緒波動於他的宗教理想 現在聽聞 他暫時會休息 我聽別人說 不知道什麼事 希望繼續會作歌 唱歌 言歸正轉 終於要說回 我上次要說 為什麼要說迪士尼 其實就不關香港的 迪士尼 那個地方問題 那是什麼問題呢 是關乎管理人員的問題 管理人員 是的 事源是這樣的 大家一聽完就算了 我也高興 希望大氣電波和這裡 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可以盡情去講我所知的事 因為最初 你知道我今年 我和海洋公園那邊 有些合作 但是因為我們談合作之前 剛剛就因為不知道 是不是有關 因為其實我這次合作 都是通過出版社那邊去談談 那出版社那邊是很好的 幫我做很多新的program 等等的事情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那邊有個朋友 就知道我出版社的老總 就準備聯絡我和海洋公園那邊 有些合作 就突然說 喂喂喂 等一下等一下 其實我們另外那邊 迪士尼那邊 就想和你們吃飯 然後老總叫我 那邊想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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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所謂 要吃飯 吃飯 看看想怎樣 因為約的是我們老總 和那邊的朋友 其實是一些代理 再和迪士尼那邊 一群人聊天 就當天約在中環吃飯 去到那邊 當時我兩個老總 一個編輯都在 接下來 當時在座 一二三四五 應該五位 其中一位應該是代理 另外那四位就是 現在香港的迪士尼 不同部門的一些頭 一起聊天吃飯 那聊天吃飯 其實都沒什麼很開心 那當然整個過程裏面 我吃完飯 我們其實大家都很迷惘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開始還想 以為他們想和我們吃飯 是為了什麼 那 但是 吃完之後 都好像還沒談 正題 吃完再賣單 好像才和我們談正題 是 誰先賣單 他們賣單 多謝他們先 那 談正題其實都沒有什麼正題好談 就是說 其實是 將來有什麼合作 什麼什麼 但是都沒有談 有任何機會合作的情況之下 其中一個高層就說 我們其實 迪士尼和其他主題公園 有一點不同 是 我們有些東西是要守的 因為要國際規例 你知道 國際的迪士尼 跟回眾公司那邊的規矩 是的 我們很不同 不知為何我們不可以作主 東京那邊可以 東京那邊可以 東京那邊是獨立的 我們是不可以的 他們就在會議裡數了三件事 如果要將來搞什麼功能 就不可以牽涉 我們大家當年針對 就是 八月的時候 也針對 如果有機會合作 在Halloween搞什麼 當時那個 大頭就說了一件事 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作為國際的品牌 有三件事我們是不能碰的 完全不能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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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興趣搞功能的朋友 要留意 你三件事千萬不要試 他說不能碰的 希望什麼 希望將來他們會不會有改進 我不知道 當然他說什麼三件事不能碰的 他說第一 靈異的不能碰 OK 我看一看我的編輯 我心裡有一句詢問 可否他聽過你的節目 知道播歌可以 不知道 所以突然說 第二件不能碰的 是什麼呢 就是 宗教不能碰的 我就已經 靈異不能碰 宗教不能碰 我心裡想 那第三件事 應該還有課 還有課 還有課 他說 傳統文化不能碰 蛤 我心裡想 靈異不能碰的 宗教不能碰的 傳統文化不能碰的 就是要服務一點 年紀比較輕一點 比較上 應該是最主打的 目標觀眾 是 第二件事 你說 宗教 宗教不行 都OK 因為老鼠沒有宗教 是吧 傳統不行 這個是很大的 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不行 就是說 你一定要國際特色 就不是一些本土特色 我坦白說 如果真的要搞一個地道的Halloween 那沒有理由 我不談靈異 不談宗教 不談本土 傳統文化 那真的沒有話可說 那Halloween是什麼呢 可以說什麼呢 就是可能說 不如我們可能會說那些 又不能說 因為牽涉宗教 不能說 因為我原本想說 就是 無論在十幾年前 到近期 都有很多的回教國家 都有一些教師 會突然說 他們說 你們小心點 迪士尼集團 那些激進的回教教徒 是這麼說的 我看了他們的說法 也挺好笑的 其實他們這樣形容 他們說 你們不要以為 迪士尼的東西是正路 我要先表明 這些不是我們的立場 這些是有些 極端的傳統回教的教師立場 他們說 你知道嗎 其實迪士尼 一直都在拜一隻魔鬼 拜 崇拜的一隻魔鬼 當時我第一次 其實我十幾年前已經開始聽了 近幾個月 有人在這裏說 是 當時我記得十幾年前 我已經覺得很奇怪 迪士尼在拜一隻魔鬼 是 好精彩 哪一隻 你開始說靈異東西不行 我就想起 他好像有一隻Casper 又不是關於那些事 不關於 但他自己裡面 也有一些靈異東西 叫做 透明吃東西 但他又不知為何 那些不算靈異 那些不算靈異 那他們拜魔鬼 是另外一個魔鬼 記住 現在是回教極端分子說的 不是我們現在表達的 那他就說 你知不知道你們的迪士尼 國際迪士尼 有一隻 一開始 就是一個 撒旦的頭蛇 如果讓你猜 你覺得哪一隻 一開始 那一集 只有那隻 你覺得是那隻 是嗎 是嗎 就是那隻 Mickey Mouse 米老鼠 我們國內人 叫他做米老鼠 我覺得挺好聽 是不是 我還是說回廣東話 那版本 米奇老鼠 原來那些極端回教徒的教長 他認為米奇老鼠 尤其是一個人這麼高的米奇老鼠 和人比例一對一的米奇老鼠 就是魔鬼撒旦的花生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剛剛想問你有什麼支持這個說法 其實這個說法有幾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 他們認為那隻大老鼠耳 其實隱藏著一隻魔鬼角 意思就是 旁邊看下去 OK 好 聽著第一個 聽著先 當然 我再看回 Mickey Mouse的照片 你真的橫看 左看右看 我那隻耳 都不覺得 那隻老鼠耳 不像一隻 撒旦的魔鬼角 但是你說隱藏著 可能裡面是有的 那就當他這樣說 先聽著先聽著先 第二就是 原來這就有關乎少少回教的傳統 其實這些回教的傳統 Original其實是來自猶太教的傳統 你知道現在很多回教的傳統 其實Original也是守回傳統的舊藥的東西 當然他是講回教的傳統 但如果我們讀宗教的人就知道 其實那些是源於 猶太教的 也是 摩克密德 阿巴羅 再舊一些 猶太傳統的說話 未必是在聖經裡面找到的 那他就說 你如果看猶太教的 所謂的傳統的故事 有很多 就是撒旦旗下有很多手下 很多的 手下有名字 又有形態 數以百計的撒旦手下 即是幾次現在無面超人的敵對派 很帥氣的 他當然有一堆的 包括有鱷魚 有烏鷹 有一些所謂的獸 有時候找到現在傳統翻譯上 有些叫做魔鬼聖典的 就會列出猶太傳統的怪獸 魔鬼聖典 其實是什麼呢 如果再坦白說 以前猶太人 看到這個大自然社會裡面 有些什麼恐怖的怪獸 或者昆蟲 或者是害蟲 就會放大他 變成魔鬼 例如你突然有黃蟲 黃禍 他覺得黃蟲就是 其中一個撒旦的手下 你在屍體上飛來飛去 有烏鷹 烏鷹是其中一個手下 原來其中一個手下 就是老鼠 也對 也對 如果看法是這樣 老鼠的確是比較骯髒 或者專食垃圾 又有蛇 四肆 鼠翼 有鼠翼 所以在回教和眼中 原來老鼠是極為不潔的 亦都是代表撒旦的手下之一 OK 於是這個回教徒的教長 其實不止一個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 認定一個美知的國際娛樂集團 竟然以一隻老鼠 還要是一隻大隻的老鼠 作為品牌 必定有它陰暗的一面 哈哈哈哈 我知道牠們的宗教也挺不支持創作的 某個程度上來說 我想如果你用老鼠、烏鷹、蟑螂 那些全部都會當作有問題 你一定要用天使、漂亮的東西 貓 牠們可以的 牠們的貓是潔淨的 但是原來老鼠就不行了 那我想想說 是的 迪士尼好像沒有一個貓的角色 我又想想想應該沒有 狗又有幾隻 狗又有幾隻 鴨又有 鴨又有 貓真的好像沒有 有沒有呢 有沒有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可能那些好女孩子 好像見過一隻叫做什麼貓 是呀 那隻都打了絲帶 是呀 不過不是主打 主打也是那兩隻老鼠 一男一女 哇很邪惡 一男一女 我想這些回教的極端教士 一定會覺得 蛤 還不是 還不是 於是牠們還怎樣呢 為什麼再重提這件事 因為幾個月之前 那個極端的教派 就已經跟那些回教徒說 如果你真的要相信潔淨的話 你是不能接觸任何關於迪士尼 Mickey Mouse的產品 和電影任何東西 他認為這是魔鬼的欺騙來的 當然 以我們這些國際大都會的生活的人事 我這樣看下去 我們覺得 比較荒謬一點 某程度上來說 你幻想一下 現在突然間有些小孩 抱著Mickey Mouse睡覺 突然間媽媽對著自己 不要抱呀 魔鬼 好像回到匯豐銀行 獅子晚上會抓小孩 沒錯 沒錯 像這樣的故事 對 為什麼要這樣呢 可能在他們的角度就覺得對 也如果從小到大都受宗教的教育 可能有時候 就是疑心生暗鬼 正所謂 疑心生暗鬼 嘩 你真是生暗鬼 瘋了 你說得多的話 我們經過陰暗的地方 滴水 可能會有女鬼黏在牆旁邊 但如果你在外國 你不覺得有的 那倒是 所以就算我心想 就算你在外國的卡通片 有多噁心的卡通片 尤其是近十年 很流行的卡通片 其實說真的 你真是找一隻魔鬼 因為現在你看回那些 現代版的卡通 都已經有什麼死神 已經有什麼魔鬼 已經變了Kawaii的卡通 那我心想 如果你真的要畫 不如畫一隻已經說 它是魔鬼的卡通片 我也是那一句 暗一下暗一下 暗一點出來 我如果覺得 真是殺彈魔鬼的行為 我想它會覺得 你說這隻老鼠 Mickey Mouse 是代表我 會不會太低估了我呢 你又醜化我 計上一次 我們說過 殺彈界被人醜化之後 又被人醜化一下 可能它應該登啟時廣告 就說 我是這樣的樣子 你應該跟我註冊雙鏢 你不是想想 如果我將來下地獄 見了一隻Mickey Mouse 歡迎你 挺好的 跟去公園沒有分別 對 不如這樣吧 點首歌給一些想法的人聽 就是王菲的胡思亂想 其實王菲的胡思亂想 又回到我們這裏 我剛才說起 因為我剛才給Bosco看這隻碟 當日王菲出胡思亂想的大碟的時候 它封面不僅是一個空殼 白色的空殼 裡面的Catalog 裡面的字 所有的東西 都是白色的底 就印一個米色的字 怎麼不用說都是白色的 白色的 裡面的字全是掉的 所有的heading 都會掉的 印一半 四分一 卡卡 看死你 當日推出的時候 如果你現在這一代 以為他們當日是玩藝術 覺得很帥 黃菲才能玩這些這麼帥的東西 你今天問我 我都以為黃菲是帥的 帥的 但當日其實不是為了這個 為了什麼呢 為了當時因為大陸的翻版業太盛行 就曾經在這段 即是王菲出這隻碟的前後幾年 就試過很多次的大碟未出 大陸已經賣到大碟 即是說他們的翻版比正版更快 即是代表什麼呢 即是代表唱片公司裏面有人是做二五仔 拿些資料出去 一早就印了歌詞 又錄了一些碟出來 是的 當時這間唱片公司 就為了補這件事是不會發生 即是說什麼呢 即是說我肯定在香港出了大碟 你們大陸才可以有機會出到翻版 於是他當時就想了一條糞便 我覺得 就是把所有的東西 就好像等到裏面的小碟 就以為這隻碟是未做完的 所以會漏漏漏漏 好像還未印 好像是兩隻色 應該印第1個還未印第2個 之後原來他就用這個方式出大碟 那小碟沒有用 那小碟不拿上去印嗎 是的 出了之後便會拿 那些歌曲也會拿出來 但是當然沒有 因為當年翻版熱烈的年代 是真的印度和珍碟一樣 還要是比珍碟快出的話 即是他們打算等一等 等歌詞 再一次出 沒錯 其實是用來欺騙版商 或者欺騙一些小碟 但當然出了的時候 那些正常的粉絲 好像我那些 看那些字 我心想怎樣看 就惡評如潮 逼到唱片公司出了一個更正常的版本 但我沒有買的正常版本 我還是用這個版本 因為我覺得很難會相信 一隻當年的大碟是這樣的 接下來也很難有另一隻碟 將會這樣出 正是漏漏漏的 我想真的沒有什麼可能 但當然 如果你這樣看 這隻 比你遠看這隻白色碟的話 你以為真的是普通的膠碟 但如果你近看的話 其實上面印了一個特字的王妃 和一個特字的胡思倫相 在右下角 這個我想是絕版的 你一摸就摸到 而且胡思倫相 你都是甩字的 都是故意弄甩字的 算了 這些是當年王妃才能做出的東西 我們不相信現在年代 會有機會再做這件事 現在沒有人夠膽了 再出這些字出來 看聲音是甚麼 你能背好歌詞才算 不過這隻碟 我想是王妃這麼多隻碟裏面 我最喜歡的一隻碟 遲些一定有機會播放它裡面的歌 因為這隻碟裏面有四五首歌 是我極喜歡的 遲些才播放 我一次過播放這麼多歌 糟了 閻歸正傳剛才說甚麼 剛才說這隻米老鼠 米老鼠 但是 我們應該到下一節再回來再講米老鼠 好啊 下一節繼續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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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